罐头里可以塞什么东西,花生面筋,海底鸡,剥皮辣椒,这一样东西绝对让你料想不到。 罐头制造商HOTEI FOOX日前推出了全球首创炸鸡罐头。 要征服爱施炸物的人,HOTEI过去就曾把炭烤鸡肉塞入罐头,包括蒜味、辣味等多种口味。 赛,是众所皆知的人气商品。烤鸡罐头共有五种口味。 虽然因为赛在罐头里导致卖香不好,但味道可是毫无疑问的美味。 这次HOTEI推出的炸鸡罐头前所未见,因为普通的罐头为了保存方便,会从外部以高压高温消菌若将此技术用在炸鸡上,会导致肌肉内部的水分渗出。 使炸鸡的面衣脱落。HOTEI费时两年。 反复调整鸡块大小、面衣厚度、油温及油炸时间等。 才终于研发出让炸鸡的面衣在罐头内也不会糊掉的配方。 此外,在避免炸鸡产生油耗味的过程中也下了不少苦心。 即使意图,这款炸鸡罐头将推出香辣、照烧美乃滋跟和风酱油三种口味。 保存期限为两年。 建议售价为一罐200日元,约新台币55元。 有网友表示,这款炸鸡罐头吃起来就像便当里的炸鸡。 不但是喝一杯时的好伙伴,也适合拿来入菜。